你好 今天看到丁香园专业的医疗网站上面 发了一些信息 到底现在国内的一线的医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 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 同时很多医护是连周转 而且是阳性的医护 不是说医生没事 医生也都阳了 护士也都阳了 护工都阳了 就那些平时给病人端屎端尿的 喂饭的这些护工全阳了 而且护工跑了一大批 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像他说 有一些比如说三甲医院的急诊 急诊、门诊都要排队六七个小时以上 从大门口一直排到街区拐角 类似于原来核酸检测的队伍 那么阳性病人的增多 使得急诊室急诊消杀都来不及 所以很多患者都拥堵在急诊的范围区里面 挤在这里面就会造成交叉感染 进来你就全阳了 医院整个全是阳的 而且现在就是说很多的急诊是把医学院的这些归陪生放在里面 作为一个补充 因为护工很多跑了 这些医学院的学生给病人端屎端尿 这些医学院的病人都要护工 就是急诊那些都用啥了 这是三甲医院已经苦不堪言 而且医生是连周段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 他有一个帖子 有一个帖子 是医生的 他说你们医院科室全军覆灭了 有很多的医生留言都是这样 都已经被感染了 而且现在很多医院还有一些土政策 一些土政策就是说也不能要土政策 就是他的制度 医生你如果在医院内感染的 那属于你个人失误 还要扣钱 罚钱 这是一个很混账的政策 这个大概是以前遗留下来的 就是疫情爆发以来遗留下来的 就是要求医护人员做好自我防护 如果你被感染了 在医院被感染了 要扣钱 那么现在全面开放了 这政策必须马上改 我相信会很快改的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医生在反应各个医院 还有这政策 这就举个例子 你让士兵到前线去打仗 然后将军告诉他 你如果受伤了 不归我管 你自己负责我不管 那你让他去打仗怎么可能不受伤 你让医生到一线去 怎么可能不扬 你还这种政策 这肯定我估计会改 但是现在还存在 所以我必须得把这事说了 我看到了 那么 各个医院呢 现在还有一些 哭笑不得 非常惨烈的这个政策 就是阳性医生管阳性病人 阴性医生管阴性病人 很多医院是这样 好多医生说 我们医院也这么规定的 就是医生阳性了 你都不能回去歇着 你必须在这 在这连终断 你必须在这盯住了 你走了不行 你走了没人了 所以呢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像有的医院呢 还会出现一些这个 我看一下 没有发薪水 就是医生呢 也会在抱怨 就是为什么没发薪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疫情这三年呢 有两大伤害 对医院 有两大伤害 一个呢 就是平时的接诊量 这三年要少了很多 因为这些病人都被关在家里面 都被关在家里 医院没有收入了 就很多你不来看病没收入了 所以医生呢 就是收入少 还有一个呢 是因为医保 医保应该本来 及时支付给医院的费用 医保的钱都拿去做核酸了呀 建方舱医院了 不给医院及时支付钱 医院没钱了 所以很多医生说 都半年没发工资了 现在贷款上班了 你这弄的真的是这样 虽然医生算是高收入群体 但是你不能这样钱人钱啊 所以这都是一些混账政策 也是这三年的这种坑害啊 枪害啊 对这些医生 而且在基层医院表现得特别明显 像这个 他的这个报道当中也有 基层的医院啊 一些这个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的本来他的医疗能力啊 医生的资源和器械呀等等就弱一些 那么这三年很多基层医院呢 都把这些医生呢 派出去做核酸检测呀 做什么这个流调调查啦 做这个这个什么疫苗注射呀 都干这个了 所以很多医生呢和医院呢 都没有这个接诊的经验和能力 使得你现在一开说啊 这些这个社区医院也得接阳性也得开发热门诊 我们没有人怎么给病人看病 我们没有医疗没有医生啊 而且甚至我都看到一些 有一些社区面对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啊 都是借调过来的事业编人员 或者短期合同工啊 就医生都没有 事业编调过来的 就是原来在这测核酸 拿着棉签满街桶那帮人 现在回社区医院帮忙去了啊 就是我说什么环卫局的呀 原来扫大街要不就是叫尾的呀 就这些人借调过来的 都是这个 社区医院都是这帮人 所以医院啊 现在几乎就是一个崩溃的一个状态 而且最惨烈的就是医生 医生第一呢 有很多医院欠薪 没有发医生及时发薪 第二一个呢 对这些医生呢 属于闭环管理啊 从病房到宿舍 宿舍回病房 这是第二个啊 对他们心理上的这种摧残 他不能和家人团聚啊 第三一个呢 就是在阳性阴性阴性阴性阳性 很多人是阳性 你如果是轻症 必须要坚守岗位 你这再疲劳的话 那医生都躺下了 你这些人孩子 这孩子在外排队 这怎么那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医疗拥挤 不能叫挤兑吧 就是几乎快崩溃了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或者这里面的这个问题呢 有三大问题啊 第一个呢 就是政策 就是这个混账的政策 政府呢 根本就无能 他这三年 除了在那搞风控 搞核酸 一点都没有拿时间 精力 财力去为医院做准备 弄了一些毫无用处的这个方舱医院的大铁皮啊 什么跟仓库一样的 那能有医疗效果吗 还还还还把这个改成什么看病的 根本就不可能的 而且再有一个现在最混账的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卫健委 卫健委干了一件特别特别混混账的事啊 就是他呢 最近的这个9号说 加强医疗资源储备做好高风险人群的服务 然后呢 卫健委说了 十条政策出来以后 我们强化就医流程啊 发挥一连体的作用啊 所以我们的要求 是省会医院啊 这个什么一线的医院做到发热门诊 应设禁设应开进开啊 然后呢 这个所有的 呃 所有的这个这个医院啊 都要 根据 客人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呢 接诊啊 从 呃 现在开始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 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都要根据病情 根据患者的主速来收治 患者呢 也可以根据病情来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啊 然后我们有这个准备 有那个准备 说白了吧 就是告诉所有的老百姓 我们医院都准备好了 你可以随时 我们也不看你的什么核酸 这个简 他也说了 不要求用这个核酸检测证明 这个阴性证明来卡这个病人啊 你病人来了 我们就要接收 那你这种政策一出台 你就是变相的鼓励那些所有人往医院用啊 所以你这种政策 其实就把包袱就扔给了医院啊 你们去去去去去面对吧 你们枪林弹雨都都往那送啊 没事儿 我们那防守准备的好极了 你这就是一种混账政策啊 其实他从政策上应该是引导 就是说你不能这么大包大揽 我们全开了 我们全行 但是你在一线执行不了 说一个特别糙的一个比喻啊 就是老饱子跟客人说 跟嫖客说 没事儿 我们姑娘都准备好了 没问题 我们姑娘色意双绝 其实你的姑娘下面都干涉了 你这怎么弄啊 你这没法接客啊 孩子这瞎瞎忽啊 所以呢 这种东西呢 是一个特别混账的政策啊 他从政策上没有给民众一种疏导 或者说呢 有劝导性的这种方法啊 他反倒是用了一种反作用的方式 就是那些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诚信度的专家 比如说这个钟南山呢 李兰娟呢 天天在这个微博呀 在这个网上喊啊 这个不用去医院 那个不用去医院 可以在家救治啊 怎么怎么样 这种东西现在没有用了啊 所以呢 政策就这么定了啊 就是这么一刀切拍大腿就开了 所以呢 医院就得直接面对枪林弹雨啊 就得冲到一线 所有的医护就跟黄吉光一样 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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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啊 所以这个政策属于转移矛盾啊 责任下沉 让医护来背锅啊 就就这么干的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医疗啊 医疗呢 主要就是医疗资源不够啊 医生和很多基层医院的功能和他的武功 这三年都给废了 所以你现在突然来这么多病人 医生盯不住 而且你这三年也没有积极的去建和拓展ICU啊 扩展这个这个急诊啊 什么医疗啊 什么各种这个病房啊 你没有去做 你现在说12月底要建这要建那 这都是卫健委说的啊 这根本就是临时抱佛脚 根本来不及啊 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民众 其实这里面的一个主体呢 就是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民众 民众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对政府没有公信力 就是政府没有公信力 他不信任政府 你之前说的什么都是放屁 我不信你 之前你吓唬我们 哎呀你看美国躺平 欧洲死这么多人 美国天天死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他们开放了 怎么现在一开放 你告诉老百姓 没事啊 这根本就没事 99.5%都不用去医院 0.5%才需要去医院的 你这么说 他又不信了 因为政府公信力在老百姓心中 已经没有了 没有这种信用 所以大家不信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看病习惯呢 这个过度医疗啊 也是一个一个因素啊 就这么多年 就是没有疫情吧 没有疫情以前 中国人也是一样啊 他不相信基层的这些医院啊 有什么头疼发烧的 头疼脑热的 也都得抱着孩子 奔儿童医院 也都得奔什么 这个这个一大医院 一大二医院 都得奔这个三甲 都得到那去啊 他没有这种分诊治疗和家庭医生 他没有这套医疗系统 所以当时呢 你挂号就能看病啊 然后你去不行 你就找号贩子啊 所以呢 他没有这种预约制 跟西方啊 不一样 所以呢 都拥到医院 那就崩溃啊 还有一个 举一个例子 你像中国人呢 就是现在比如说 N95口罩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人并不需要戴N95 但是他也弄个N95戴上 为什么呢 就是害怕 恐慌啊 以及呢 这个自己的 对医院的 和这个政府的不信任啊 就是说 你说这没事 那我得带一个厚点的 N95啊 包括现在抢一抢药啊 把药都抢的买不到了 等等啊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政府的 非常错误的一句话啊 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其实从百姓心中呢 就是甩锅 你就是你不管了 那我就自己来吧 那我一不舒服我就去医院 一不舒服我就去医院 所以你现在再怎么喊没有用 因为你之前的谎言的代价太大 你之前给老百姓洗脑那个样子 你现在一开放说 没事了 变成这样 很多人不信了 所以他就往医院去急 所以就造成医院的医疗崩溃啊 其实这也是谎言治国的一大代价啊 没办法 所以呢 还有一个呢 其实现在呢 可以啊 可以这个扭转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啊 有一个扭转的措施 其实我给这个这个政府出个招 很简单 你就让各大媒体到医院去录像 到医院去直播 到医院去拍摄 把这些消息把这些东西都发在新闻上 但是中国他不敢这么做 中国的绝对不敢这么做啊 你如果像当时你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人能够稍微理性一点 美国的各大报纸媒体网站什么 BBCN啊 什么FOX啊 都跑到医院去拍摄 急诊呢 门口怎么回事呢 那后头就包括国内那些这个粉区呢 说哎呀 你看美国死那么多人啊 果实在这个那个 那都是美国媒体拍下来的 他拍这些东西干什么 就告诉民众 现在医院发生了医疗崩溃 发生了医疗挤兑 你们不要再往医院急了 你看看医院的情况 那么在中国很多媒体不让这么报 所以中国的媒体还行事一片大好呢 还在为这个卫健委的混账政策在这吹呢 说我们这也开了 我们都做好准备了 我们准备了多少病床 准备了多少病房 我们开通了多少绿色通道 我们的医院都做好了准备 我们对医生都要求怎么怎么样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现实不是那样 有很多病人到医院一看 一眼望不到头的急诊排队 那怎么会 他就更不敢走了 他一看有这么多人 我天那肯定很严重 那我更不能回家了 我必须在这排队 所以你没有这种真实的信息报道 你天天给老百姓洗脑 那肯定他到医院他就慌了 就害怕 因为你看到这么多人排队的时候 你会有种从众 我这这么多人都有问题 那肯定是这事严重 我更不能回家了 我必须在这待着 我必须得见着医生 而且很多医生说 就从他们的实际一线的操作 看一个阳性的病人 那孩子在电脑上输入病例 批拉趴拉打多少东西 这一个病人可能站他五六分钟 你说你后的孩子 那么多人怎么弄 所以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 从操作层面无法实现 政策就是胡来 下面一线来背锅 另外呢 长期的谎言之国 使得百姓和民众 根本不相信你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相 而且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媒体 敢去医院拍摄真实的画面 给老百姓看 你如果所有的城市 各大媒体 地方电视台全开 现场直播 跟美国的媒体一样 报道医院的情况 可以采访医生 可以采访病人 可以采访护士 把真实的画面 让所有人看到 大家就知道现在医院什么情况 如果这种情况 你在通过你的正常的疏导 你正通过你正常的引导 你就让大家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因为你到那儿 你看拍七个小时 那我还去干啥 你这就先在家吧 然后你还能不能 现在有人说 能不能通过互联网 通过网络诊疗 其实也是个办法 其实这些东西 你通过互联网大数据 你看这些白纸革命 盯得死死的 你拿这个给老百姓看病多好 所以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干 这三年都没干 所以浪费了一个黄金的时间 所谓的说 我们风控这三年保护了你 其实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浪费了医疗的资源 好吧 现在反正我觉得 你如果是在国内有亲朋好友的 就叮嘱他 就是没有问题 没什么重症的 真的不用去医院 真不用去医院 我反正这个我们家 这个就我身边吧 有亲戚啊 86岁老两口 已经阳性了 就在北京 我们的建议就是在家 哪也甭去啊 你有情况再说 反正我们觉得 暂时没大问题 我身边的 在国内的这个朋友也是很多都感染 基本上我都建议他们 你别往外头折腾 你就在家吃点VC啊 吃点水果啊 你多喝点水啊 你想吃药就吃 症状不重的 你不吃也行啊 你要不是说发烧到38度以上 无所谓 你先多喝点水 再两天看看再说啊 所以呢 千万别上医院去 你到那可能就给你弄弄弄成重症 而且你在那大风里面现在是冬天 你站在那哆哆嗦嗦的排队有啥意义呢 所以真的是不严重 或者自己能坚持两三天 你过两三天再看啊 第一天第二天可能就是嗓子疼 或者发烧很快 你先坚持两三天扛一扛 可以吃点退烧药啊 或者多喝点水 然后过去之后你再看 如果持续两三天不下来 你再去医院 而且现在国内也有这个居家诊疗的 居家康复的那些手册什么的也发了啊 所以呢 我觉得能看到视频的朋友呢 还是希望大家冷静啊 真的也别往医院去冲啊 那医生真的是也不容易 也没给人发工资啊 阳性了还扣钱 也不能休息 还带着阳性的感染 而且这个政策所有东西都是像当时武汉还好点儿 武汉那时候还有全国的医护去支援 现在都是各自为战了啊 现在就是一人一山头各顾各了 没人互相支援了 互相都崩溃了 没有互相支援一说了 所以呢 医护人员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能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呢 还是尽量的先自己冷静啊 然后呢 再观察两三天再说啊 放心吧 没啥事啊 只要你60岁以下没有癌症 我相信你不会没啥事啊 我们全家是都养过啊 我说过 我们全家都养过啊 好吧 请大家点赞订阅啊 也祝大家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高发期 谢谢